联盟大事,场外风云,白话美之篮,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 在总决赛首战结束过去几天时间后,仍有不少勇士球迷还不敢相信球队居然会在这种毕胜的环境下没能迎来开门红,他们一一代劳,有很多时间去研究对手,主场作战,实力更加均衡强大,且在第三节一度领先达到了15分,没人相信勇士居然会在末节出现断电的情况,他们彻底在攻防两端都被打爆了。 但凡勇士能在进攻盾给出回应,或是在防守端轮转到位,凭借着前三节积攒下来的优势,这场比赛无论如何都拿下了。 输掉首战之后,科尔宣布下一场的人员安排决定,水花兄弟君放下豪言,一人确定在接二获得机会。 首场比赛的末节,勇士的轮转防守几乎是灾难级别的,而他们一名已经确定付出的防守汉将,却没能在首场比赛当中获得出场时间。 对于小佩顿,科尔宣布他将会进入轮换阵容,科尔的原话是这么说的,他确实在第一场比赛就被激活了。 不过训练师告诉我说,小佩顿的手肘可能还需要更多的休息时间,第一场比赛如果出现了一些特定的防守回合,我才会让他出场。 现在一切都更加顺利了,我们会在接下来看到小佩顿身批球衣出战,他会在第二场比赛中获得更多的出场时间。 其实,对于小佩顿,我个人感觉勇士还是稍稍有些轻敌了。 说难听点,如果勇士放低姿态的话,可能小佩顿首场比赛就会打了,别说小佩顿了。 绿军这边哪名球员身上不是带着伤筒出场比赛的,科尔找了一个不可能被指责的借口保护小佩顿,但勇士能在首战被绿军完成大逆转,他的固执和自打需要负起一定的责任。 就连小佩顿的父亲手套佩顿也对此表达了不解,在采访中,老佩顿如此说道, 我很不明白勇士的决定,如果我儿子还打不了,那他们就应该说他打不了,让他穿个便服坐那边,这里又说他付出可以打,哪边又不让上,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科尔首战用人让人看不懂的地方,前三节表现出色,一共抢了六个前场篮板的卢尼一直不用, 哥连被霍福德打爆了却一直打到最后六犯下场,库里休息了接近五分钟才回到场上, 维基斯更是在整个末节只打了五分钟不到,半戒球的时间都没有,好家伙,这是总决赛的舞台, 人家首发你用替补,关键球员不用一定要摆出一些花式的阵容, 都说勇士被逆转球员的状态是最大的问题,而让绿军打出绝佳的状态, 他们的主帅首先需要承担起责任来。 此外,勇士和线二人组水华兄弟库里和克莱在采访中也都有所表态, 克莱表示他们在前三节轻松取得了,15分的领先优势是感到了很舒适, 实际情况是,这种级别的比赛,他们一刻都不能够松开油门, 首战是一个残酷的教训,他们需要在第二场开场边带着绝望感打球, 他们会拼尽全力的。 此外,克莱放下豪言,这样他会去做自己,出手更多的投篮, 同时他也会命中更多的投篮,拿下更多的分数, 他会做出自己应该做出的贡献。 除了克莱之外,库里也有表态, 他同样提到了克莱说过的带着绝望感打球, 另外库里还表示自己不会再让勇士失望。 库里表示在输球之后才一度失眠, 但他们不会失去信心,也不会就此恐慌。 第二战他们不会给绿军任何机会, 不会让勇士国斗再次失望。 老实说,勇士确实现在只是大笔分零笔一落后, 不过,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如果他们还希望拿到总冠军的话, 那么下一场比赛是他们必须要拿下的比赛。 一旦再次输球, 带着0-2的大笔分前往波士顿, 没人会直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系列赛的主场优势已经来到绿军这边了, 在赢下课场比赛之前, 勇士需要保证他们接下来的每一个主场都能拿下。 好消息是,至少从克莱, 库里甚至是格林这些勇士核心球员的表态中可以看出, 他们的精神状态是非常好的, 他们仍保持着自信且丢掉了此前的自负。 虽然勇士球员们不会承认, 但明显能感觉得出来, 他们在场上领先后的一些肢体动作, 一些花式的传球都表示他们没有尊重对手。 绿军可以说在首场比赛直接打醒了勇士, 勇士的硬实力仍在绿军之上, 相信通过录像分析课逐针的分析, 勇士上下对这个问题早已有了答案。 其实,也很简单, 做好一下三点, 勇士有望重夺优势。 首先加快轮轴换防, 开尔特人在季后赛阶段场均出手37.3次, 仅次于独行侠的41.5次, 排在季后赛圈16支队伍中的第二位, 而勇士场均36.2次的三分出手数排在第四。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三分命中率就是两队的生命线。 勇士前三轮季后赛中, 所坚持的防守策略就是适当放空外泄, 全力收缩, 保护好三秒区和篮板, 一路走来。 这个防守策略被证明行之有效。 诚然, 在总决赛舞台上要权盘否定自己先前的防守策略并不实际, 但至少不应该出现让对手41次三分出手中有38次军处于空位或者大空位的机会中。 追梦格林在自己的播客节目中提到了这个问题, 认为全队的轮转速度太慢, 给到对手太多好的出手机会, 但实际上丽老师自己就做得并不到位, 不知这样当中他是否会以身作则, 拿出自己曾经DPOI, 七届防守最佳阵容的表现来带动全队防守端的表现。 同时, 第一场霍福德12投9中, 三分球8投6中, 砍下26分, 完全是凯尔特人的起兵, 勇士根本防不住霍福德, 格林太矮了, 而其他人又没办法大胆先防, 这一点和对阵绝金不一样, 远基奇虽然外线也能投, 但是因为远基奇的队友不如霍福德, 所以勇士可以针对远基奇设置防守战术, 但第一场对霍福德的防守, 勇士就是格林单防, 甚至某些时候霍福德还是被放的那一个, 第二场勇士必须改变防守策略, 不然霍福德真的可以投死勇士, 不过从之前的季后赛来看, 霍福德未必每场都能这么准, 说不定第二场霍福德的出手次数就降下来了, 这一点, 勇士大概率会适当加强对霍福德外线的关注, 但不会刻意做太大调整, 听天由命, 预计第二场霍福德出手次数不会超过十次, 得分在十分左右, 而另外一方面, 射手群亟待复苏, 给到库里帮助, 勇士至于凯尔特人, 毫无疑问是体型战烈士的那一方, 这种烈士不仅仅体现在防守端的对位上, 进攻方的出手空间亦是如此, 首战, 库里第一截就标中6G三分球, 最终展落34分, 是水花茶三叉戟中表现唯一正常的得分手, 凯尔特人封线上的双碳花, 后卫线上的DPOI斯马特, 内线一注晴天的罗维都给勇士的得分手们带来了大麻烦, 汤普森和普尔即便没有库里单点爆破的能力, 这样也需要想办法在进攻端给到库里足够的支持, 仅靠嘴个一个人的发挥不足以撑起了击的重任, 勇士拥有库里, 汤普森和普尔三把火枪, 这是他们的优势, 无论何时都可以摆出至少两个外线火力在场上, 但是, 这个优势被斯马特废了, 斯马特也许防不住库里, 防不住汤普森, 但是不好意思, 他可以让普尔怀疑人生, 在被斯马特硬断一次之后, 普尔遇到斯马特心里就只想着快点把球扔出去, 科尔后面尝试让库里和普尔同时在场, 一来用库里吸引斯马特的防守, 二来不让普尔控球, 但这只能减一时至极, 普尔还是不能重用, 这一点不知道科尔有什么办法, 或者普尔怎么调整, 放弃普尔改用小佩顿只能是最后的选择, 普尔今后赛场局17.8分, 命中率52%, 比一场七投二中只得到9分, 第二场勇士想要赢球, 普尔至少得投进两个三分, 得到13到14分左右才行, 奥托波特很好, 但他的健康像是奢侈品, 在有限的出场时间里已经无法要求他做到更多, 因此, 通过外线手感的复速来带动努尼等球员, 对三秒区的冲击是更加切实可行的做法, 最后, 这个节骨眼上就缩短轮换吧, 皮哥真的歇歇了, 总决赛开打前, 科尔大赞伊哥达拉, 并声称他的上场时间太少了, 结果第一站直接给伊哥安排了12分钟的上场时间, 从结果来看, 正是伊哥达拉和普尔, 格林同时上场的这段时间对球队伤害极大, 绿军也是一波抹平分叉并建立起了视如破竹的手感, 勇士的轮换深度确实是优势, 这都是牺牲了赛季出的战绩, 让顾里做出让步后, 试出来的阵容搭配, 但在绿军已经将轮换缩短到8人, 图胸底线的情况下, 是否还有必要抱着原有轮换, 恰调坏人, 事实证明伊哥的运动能力和速度已经适应不了总决赛的节奏了, 他更适合用丰富的经验来帮助年轻球员, 扮演类似助教的角色, 还是多相信维金斯吧, 第一站几乎没有绿军球员愿意正面挑战他的防守, 塔图目对上他甚至呼叫双挡拆来摆脱, 就是最好的证明, GRE是不容有识一战, 相信勇士也会再无保留, 他们能否如愿守住大通中心, 这轮系列赛最终会有谁撬到最后, 你怎么看?